哈喽 哈喽 大家周日傍晚好 大家周日傍晚好哦 今天我们是来到这个陈旭年老街 我们现在等大家进来看我们的直播 等大家进来哦 这个灯光会很暗哦 这样子站 对咩 这样子站灯光 来来来 这边 你不要站在这边 因为车会走路的 你要走过来 等一下 OK 来 你这边不可以 有车 你要过来 站过来这边 里边 OK 来来来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进来哦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陈旭年老街 我跟健姐姐哦 Jabila一会姐的 我是Jabila一会姐的Jack Jack Yap 我是健姐姐 OK 我们的声音OK吗 清楚吗 如果清楚 画面清楚 声音清楚 给我打一个1号一下 给我们知道哦 对啊对啊 OK 我们知道 before我们开始哦 是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走这边啊 我们要第一站是走一下哦 走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去吃了一些东西 这边 我们发现到这个终点 他们很多都打烊了 对 很早 很多都打烊了 OK啦 好啦 有朋友打1 我就不要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OK 所以现在我们是站在这个陈旭年老街的这个入口处哦 入口处啊 有车啊 这边你要注意哦 你看到对面那边是有一个壁画的看到吗 可是你那里有转进来吗 没有没有 他们看得到吗 哦 哦 哦 好 先上朋友们进来进来进来 车来了 车来了 等一下我要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来 帮我们like and share一下 帮我们like and share一下 帮我们like and share一下 现在我们在这个老街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新店在这边哦 或者是什么店在这边 我也看到这一个啦 这个1919年的 今天是关了啦 这个终点 这个面包店关了 OK 所以来了 现在我转回去给大家看啦 OK 来 呃 这边有一个油米酸奶 然后前面那边那个店也是关了 这个终点哦 这油米酸奶 来 还有什么有点来我们一起走 走走走 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店 Gadget哦 这边有一个Gadget store 这个有一个saloon哦 这边 saloon 然后剪头发的 剪头发店哦 这边剪头发的 然后前面那边有一个1993年就有的 这一个copy loco OK 刚才我们有去 它的隔壁 是了解东西啦 OK 喜欢吃那种 南洋咖啡的那种美食啊 好像那种rojak 对对对 刚才我们预备那个rojak 对对对 我们预备rojak小吃 然后预备一个爽干三枚 冷饮跟这个chendo chendo ice 因为太热了嘛 天气 所以我们先来到这边 好彩刚才我们先来 我们先去吃了 不然等一下现在打烊了 对对对 这边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环境就好了 OK 刚才我们是来到这个R&C的 这个R&C 通常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会选择来这边parking 如果你们会 建姐姐说 来啊 建姐姐来 因为我通常我来到这边 我会选择在这边parking 是 非常方便嘛这边 你parking在这边 你可以走路 对对对 这边是其中一个parking点 啊 有车处啊 小心啊 好了 先生好朋友们 进来看哦 如果你是新山人的话呢 很怀念这条老街的话哦 就可以进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是刚好来到这一区 我们就分享给大家看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这边比较特别是有这个container cafe 这边有一个container的饮料 container cafe 这边有一个 然后前面那边就是有一个老街的那一个music store 我看到哦 那边 哎 车来了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走到哪里 看到哪里 如果你们喜欢看的就进来了 现在有一点塞啊 这边后面有车 你要走路 这边是有一点塞 所以这条街 其实是有车来的哦 所以 这边是 车行道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 OK 今天我们来这边 我们就给大家看到一些比较老旧的这一个街道之外哦 你看到前面那一个就是以前 这边是一个很老旧的 这一个这个building啊 这个红屋哦 现在已经变成mary brown 对啊 这边现在已经变成mary brown了哦 对对对对 看到吗 是 啊 现在我们对面那边就是这个jalan tanhokni 这条街 这条街 啊 看到吗 这个是它的地表啦 jalan tanhokni 然后这条街就是新山的老街啦 如果是新加坡人的话呢 一般上他们会进来这边 他们会来这边消费啦 这边 啊 吃东西啊 打卡之类的 我看到前面这边有一个壁画啊 好 你来看我们过马路看叫 是有一个新发现啊 来 然后 有一个新发现 哎 现在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发现哦 在前面那边有做有一个壁画 有一个新的壁画 有没有人有兴趣要看这个壁画 有话可打一个一号一下哦 等大家的回复 看到很多人朋友进来今天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啊 对 星期天 然后你要看那个壁画 帮我打一个一号一下 帮我like and share一下 这边哦 因为等下我们带大家 先帮忙我们like and share 感谢大家先 是 帮忙like and share先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大家去逛 至少有两三位朋友要看这个壁画 我现在就带大家过去哦 有啊 有啦 有没有 有没有 OK 可能这里我介绍我自己一下 我是Jabila 游会节的小编 我是Jack Yap 来 我是Jabila 游会节的姐姐 大家傍晚好哦 OK啦 我看到有人 打一号我们现在要过去那个壁画 不小心啊 有车 我们要去看这个壁画 去说这个壁画才画 才画好不久的了 三个星期天在launching的 才画好不久的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带大家过去 现在有交通 这边有很多车在这边哦 OK 现在可以过了 来来Jack 啊 你看到吗 这边这边 有客很多 现在开始有游客回来了哦 有游客回来了哦 所以我现在 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壁画 这个就是红图啊 你走这边 你不要走这边 现在变成Merry Brown了 所以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壁画 这个Voltage dingy 这个壁画是上一轮我们前几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们就刚才遇到那个画家在这边画 画这个壁画哦 然后这个壁画是在前几个礼拜才画好的是吗 对对对对 啊 应该是在前一个星期这样他们才开始 这个开幕仪式啊 就是给大家看到这边就是一个色彩了 就是这一个老街的一个新的打卡景点哦 就是这一个壁画啊 这个壁画很美哦 我看到这一个画家画到栩栩如生啊 这些画像哦 你看到这个啊 这位一个印度 uncle 妈妈当的那个拉这个 这个铁打的那个情景啊 还有他的美食啊 还有他的美食啊 那些人嘛啊 还有就是有一位马来同胞在那边跳这个舞啊 因为不是跳舞 还有我们这个风筝来的 你看到吗 还有看到吗 就是会合了一整个画面哦 就可以会合了整个 柔佛行山的那种 culture 你看到吗 所以马来人 然后这一个就是有这个 妈妈 哇哦的哦 然后你看到他们的食物啦 Rocky Canine啦之类的 然后这一边过了啊 我们就再向前一点哦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陈信念文化街 这里你就会看到一个我们 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哦 啊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发胆哦 这样子的哦 然后有五食哦 还有我们的美食 还有粽子啊 这个Jendo ABC Jendo 还有粽子 还有这个糕点哦 传统糕点 看到吗 很美一下啦 就是我们觉得 这幅画是画得非常精致的哦 我们发现到 如果你本身还没有来过的话哦 这边是一个新的打卡景点 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啦 这边 对对对 然后前面那边就有一个uncle 这样子拉那个咖啡咖啡的哦 然后上面有那只烘面包啊 是 鸡蛋啊这样之类的 还有饼啊 葱秋叶饼 对对对 之类的 里面是一个cafe哦 是 来先生朋友们 有没有人来过这边啊 有没有人来过 看过这个壁画了吗 有有来过这个壁画 看过这个壁画的哦 打一个噩耗一下哦 打一个噩耗一下 回应小编一下 好美 真的是很很美啊 因为那天我们是刚巧遇见 那一个画家在这边哦 我们要跟他聊天一下 他是告诉我们 会在这一个 上个星期的 上两三个星期哦 他是说他画完了过后 就有一个推荐仪式了 开幕典礼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开幕仪式 已经在前个礼拜 已经做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边有一个这么美的画像哦 如果你们喜欢就可以过来哦 有空的话就可以过来这个老街哦 新山老街 是是是 我们向前走好吗 这里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看哦 来我闻一下大家 哎 现在小朋友们大家喜欢吗 这一个壁画美哦 画的很美哦 那小编也是很喜欢的 我看了 看了我觉得这个画家真的 他的很有文采啦 就是他画的这一个画像很很美 好一直到来这边打卡 你看我们的背景 是 看到吗 姐姐 啊一个五十五以后 许许如生 等一下你要打卡咯 等一下我要打卡 等一下我拍一个视频哦 这边很美 现在你要打卡 很美很美 看到吗看到吗 OK 所以这个点 OK 现在我们看了这个壁画了啦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看前面这边的商店 给大家看一下 来姐姐 嗯 有什么好介绍这边 这里我觉得这边很多这些 这边前面我应该猜 如果没有错的话 也是一个cafe 你看他的那个 啊 他也写 today's most special menu 在那边 然后我感觉这条街 也是有很多间cafe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我们可以去 不过那边那个是什么 ok 想要看这边有什么cafe啊 或者是什么餐厅之类的 饮食店 还是什么商店 可以来那边打一个 3号啦 你去拍那个 我介绍你拍那边 一个灯 你看到那个灯吗 灯那边有一个 一个 写着走过 有没有人要看 如果要看 等我打一个3号 我看到有人打3号 我就向前走 OK Pauline Lee 还有呢 还有人要看吗 你看到吗 那个灯 记得帮我们like and share一下 是啊 是啊 感谢大家先帮我们like and share 出去之前这个现场 你看到那个灯吗 那边上面写什么 走过 走过路过 请别错过 来我们看一下 到底什么不要错过 有什么东西 你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 这边是有一个好像小孩子玩的地方 还是human exhibition来的 一个一个是展厅来的 一个艺术学业来的 对对对 来我们现在再继续向前走 你看到这种铁扎门哦 你就会想到 几十年前的 几十年前的那种 哦 装潢 OK 来 这边你看到吗 你就会看得到这种 很老很老的那种 建筑物 街道上哦 这种这种 如果是你本身是住在郊区的话 可能对你来讲 你的你住的地方 可能还有这样子的建筑物了 然后这边有一些卖衣服的咯 看到吗 楼上楼下都是卖衣服的 走啊 见姐姐 带路 不见姐姐带路 OK 现在我们就来这边逛逛下来 因为据说这个时间点哦 如果是吃点的话 一般上都已经打烊了 因为这个终点哦 差不多五点多的终点 对我是觉得没有没有没有东西 这边已经关门了 哦 这边 这边我觉得你要不要去那边 来我们转回去另外一个方向 对对 OK来现在朋友们不要走开啊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啊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啊 因为今天我们是来到这个程序年 刚才我们是去了那个City Square那边 是有一点交通啦 交通有一点阻塞一下 来那边 然后过后我们就赶过来这边 刚才过到这边来的时候是四点多了 差不多 四点多的时间哦 哇 Kyoto 诶 要注意一下 这个 Merry Brown 的设计也是不错一下的 你可以看一下 去瞄一瞄一下 这个Merry Brown的设计 去瞄一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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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错哦 有两楼哦 嗯 很不错很不错 来 天姐姐小心 外面有车 OK来我们继续 OK 这边我看有一个礼法店啊 天姐姐前面 是印度的 别印度制的 哦 印度人简的礼法店 然后现在我们步行给大家看啊 这边 如果你本身是很久没有来 哇 这边有一个新的那个Cherry Dessert 哦 这边有一个Cherry Dessert 小间哦 去看一下 哦 去看一下 过路啊 所以线上朋友们 如果你们本身 已经很久没有来这个老街哦 你们可以借助我们这一个直播的这个视频 哦 来看一下 哦 来先做一个指南 看看一下哦 下一次你来到这边 你还没有来之前 你至少知道 这边会有什么东西了 大概哦 因为这个是最新update的嘛 现在 今天才看到的 有车 有车是咯 所以我不可以过嘛 你反而来看啊 这边也是有一个壁画吗 哦 来来来 这边也是有一个壁画 来来来 看到吗 这个是Mary Brown的壁画哦 Mary Brown的这个壁画 OK 然后我转我转过去给大家看 OK 这个是Mary Brown那个建筑哦 那个红色的屋子哦 外面这个是Mary Brown的壁画 看到吗 啊 Mary Brown的壁画 也是美哦 还有什么东西吗 这也就后面那边 这也就去discover一下 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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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走 我们下去走先 现在这边咯 有一个理发店啊 前面这边 然后我现在就继续走 这边有一个甜品店哦 小心那边有一个洞 小心小心 类似是这样的啦 这些壁画哦 OK 来 前面那边 今天也直接讲 前面那边是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一个 甜品店 哇这这条 路很繁忙一下 很多车也是走过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甜品店 我们去瞄一瞄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冷饮的啊 他有卖古早味的那个 OKOKOK 不错哦 Ice Cajang Roy Jack Tong Sui OK 哇 欸 Jack你知道吗 你的旁边这边的 就是最出名的 哇 The best chicken joke in town The best chicken joke in town 然后前面哦 它是这样子写啦 OK 来 继续走继续走 Nioria Dynasty OK 这边又有新很多间 cafe 起来了 你看到吗 这边全部 来走啦 慢慢走慢慢走 还有什么东西 来走 我知道我要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上去上面 从上面走下面 来线上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这个 程序年的老街 你看到裁缝哦 裁缝还是这种 这种模式的 OK 这边又有一间cafe 这边又有一间cafe 什么cafe 特别 卖cheesecake的哦 cheesecake的 哇很美哦 特别 奇缘输舞 打卡好去处 这边也是一个打卡好去处哦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 骂Ice Cream啊 对面也是有耶 The ice cream The project 什么 所以这条街 所以如果你喜欢打卡 或者是要有一些比较 復古的这种 怀旧的这种 Ramen 这种情况哦 这边 有日本 你可以来到这边哦 这边就很多这种 哦 这个Ramen 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些旧的店 今天可能是星期日的关系 所以他们没有开 还有些哦 对啦 对面对面你看到吗 是不是还是我们走过去对面 因为这边望过去看不是很清楚 是吗 嗯 这样子我看不到辛苦 那你就过路哦 所以现在我们过嘛 路过去对面这边 discover一下这条街 看到吗 这条街是有交通的哦 也是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车辆 我们就来哦 OK 这边有一间那个Ice Cream的 The Ice Cream Project 这边我看到很多人在里面 用 用这个Ice Cream 啊这边给大家看过去你看到吗 整条老街哦 整条老街给你看到一目了然啊 这边一目了然啊 这边一目了然啊 以这种方式来看 看到吗 啊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这一个视频哦 可以帮我们赞一下 这个直播帮我们like and share一下哦 对对对 然后前面那边就是那个加兰巴汉啊 就是那个Ite Roo Cafe 这个最出名的那个 The Best Chicken Chop in Town 它是这样子讲啦 OK 哎你走下面啦 下面这边有新的吗 新的 来我们下去 这边有一个Ice Cream啦 特别 这个终点因为开始是傍晚时分了啦 所以没有这么晒咯 是很好啊 对我们来讲是很好啊 是啊是啊 这边有一个Innight 这个什么 replacement 怎么来的啊 也是一个cafe 的replacement 嗯 这些我们都还没有来过 对对 这里有一个三代哦 应该是Urut Malayo traditional 哇对哦 按摩院嘛 按摩脚的 马来人的 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马来人的 三代 OK 用container 这个 container的concept哦 看外面看起来是不错啦 对啊是container的concept OK 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会比较多东西看一点啦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程序年的老街哦 所以你们就可以放慢脚步哦 跟着我们来啊 放慢那个心情啊 今天星期日嘛 金姐姐对不对 对 你看到对面是什么吗 哇 这个就是我们必吃的那一个 一个老字号哦 restaurant 花木在前面哦 我看到 对吗 就是它好吃什么 花木 它的海南 chicken job 海南 chicken job 这个是大家都认同 还有卡布哦 这里就有这个咯 这一个也是一个container concept的一间店哦 这边 耶 banana gate哦 已经关门了哦 今天 这个时间点 我看到有朋友讲去看那个banana gate banana gate 刚才我们走过的时候 它已经打烊了啦 已经打烊了 这边有一间东关 这边是Nonia coffee店 也是打烊了啦 我觉得晚上哦 来这边真的是会很漂亮 嗯 因为还有灯饰嘛 你看到吗 是你看哦 这里其实添加了很多打卡的好去处啊 你看到吗 就是这里哦 有很多这种壁画哦 上面有个container alright 然后前面那边又有一个代表joe hall的一只老虎的那个壁画 在那个墙壁上啊 那个building上面那边哦 哎你要不要走上去看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restaurant画 哎你要不要走上去看 哎你要不要走上去看 是1946年 你去你上去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先 哈哈 有什么东西在上面 哦 是一个container concept 2.0啊 这样走来的 见姐姐在上面去看一下 瞄一下见姐姐看到吗 你可以讲啊 这边听得到的 暂时是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就下来了 可能还没有开啦 要晚上 我们继续走街 晚上 来来来 线上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陈迅年老街哦 Row4星山陈迅年老街这边 给大家看到的是这边的实况 给大家看到的是这边的实况 有这个东罐 Nionia Covijang在我的对面这边 我的对面这些都是老字号 然后在你再看过去那边 那对面那个building 有一只老虎的哦 那一个就是代表我们Row 我走的一个一个地表 就是Tiger嘛 我们Jowho就是Tiger OK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1946年的这个 Restaurant 哇沐浴在这边 这个很出名的啦 这个是有很多人有满满的回忆啦 在楼上的话 你会看到他们带食物是这样子 掉上去的是不是 掉上去的 掉上去所以你会回忆 如果是有老一辈的朋友 他可能会带他回去那种 四五十年大的那种情景 这边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东西看 还有全面就是印度卖印度的那些 印度街 印度街 OK 还有你要走那边吗 还是你要走回头那边 走回头 你这边啊这边啊 这边啊这边就转回去那边了 走回头啊 走回头啊 走上去 现在我们带大家走了 因为前面那边就是走去另外一区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这边走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有什么东西 OK啦 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进来哦 我再看一下可能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哈喽大家 傍晚好 大家傍晚好 我是Jay Villa 又会节的小便 我是Jay 我是Jay Jay 今天我们刚好来到这一区哦 我们来到这个星山坡地 这一个陈旭年老街这边 我们就以这个直播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最新update的这边的 这边的商店哦 OK 如果你直直走去前面就是那个HK and Shanghai Bank HSBC 是 然后再过去就是邮政级哦 哦 那边还有什么东西看 那边直接就是改那个Chicken Chop牌 就这样咯 没有什么东西了啦 嗯 然后你走过去右边的话就是要去到那个 呃 驾车的话你会去到那个Basada咯 哦 Basada Goto Raya咯这边 这个那个什么 啊 那个可以 那边有一个shopping complex啊 是啦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 很多人可以来 你这样子弯过去哦 走这个Cafe啦 那边是Car Park了 那边是Car Park 是Car Park 我看到灰心用来给我打招呼 哈喽灰心用 哈喽大家好哦 啊记得啊 如果你们看到我们的直播就帮我们like and share一下 然后可能可以进来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哦 如果我们错过了没有看到你的留言的话 等一下我们下线了过后我们还是会跟你们打招呼的哦 ok 走着这一边还好 是啊 比较凉啊 地面还有太阳 这里我们就感受到其实这边是上个山坡了 是 啊这边是上个山坡 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漫步的方式来走哦 ok 走前面那边 前面一点那条街是丹尔尼这条街斜路的这一点哦 就是加南巴汉哦 看到 诶其实你跟我讲那个卖面包的都人的就是在这边吧 可是没有 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还有吗 我觉得它已经convert了 你去看 是吗 我们去discover一下看一下 据说啦 你听说啦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还有在吗 诶这个是Nionia Cafe的哦 Nionia Cafe 可是我看到很像掉布条 很要请人 对啊还没有开始啊 是啊 然后这边啊 这边 这边有一个 啊有啦 还有呢还有咧 里面包店 来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啊走啊 进去看一下 哇这个很老旧的这个Salahuddin Factory No 26 JalanTobiJB 对啊 这一个是非常经典典型的一个店哦 是很久很久以前 你看他的建筑物都还是很成就 所以健姐姐是说,健姐姐是说,我们以为它已经convert了啦 诶,这边有Curry Buff,有Cupcake,诶,你要买吗? 这个面包,哇,它的这个Curry Buff卖上到辽无几了啦 它的面包是,诶,你看它的面包,是,是,是,给大家看到的,你看到吗? 他们的历史哦,他们的走过来的这些蜜月啦,我看到他们这种面包,这种经典的 这种Rotty Blangi啊,Rotty Cock啊,Ro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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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k啊,有没有人喜欢吃Rotty Cock啊,有没有人喜欢? 有啊,有啊,好,来给我们打一个,哦,不是他们做的啊,别人送来的,哦,ok,ok,so this one 这个他们自己做的,可以买啦,这两块半一个,是啊,可以啊,可以买啊,买,买,买,要买就买 这个是Bread Bean,你看,你看他们的红炉,其实他们的红炉是一个窑啊,你看到吗? 是一个窑啊,你看他们这些已经经过很多年数月的洗礼了啦,所以你看得出他们的那种 他们的就是,就是经过很多年很多年了,买了买了,可以啊 你要吗这里,你们这里要吗?买一个哦,买一个,买一个,这个这个,try一下,买一个 哈,你要Galibaba,Galibaba,on,try一下,ok,所以我们是进来这边,我们就去品尝一下啦,直接比较近一点啦,这个食物 Galibaba也是要,你要吗?啊,这个她是 apart date ben? 了一年啦,一年啦,ok,那么这就是买了,ok 好多,全部都是一起的,fine,$12元,Rp11元,我们现在来帮餐,来广告支持一下,支持她一下,ok 我们现在离开了,我们买了,大家进来JK,我们看一下你买了什么? 刚才我是买了,我看到Gaia嘛,直接的自己做了Gaia肯定是好吃的啦,然后又是自己烘用这种烘炉烘锅,哇更加好吃啦这个面包,所以我买一个回家试一下咯 诶,我看到这边有跳出一个虾饼,这种虾饼也其实是蛮好吃的,刚才我看到那个Rotty Cork哦,这个Rotty Cork,要不然我买一个嘛,回去,买一个Rotty Cork Rotty Cork,可以买一点点这个Coffee,好吃的 Rotty Cork哦,点这个Coffee是好吃的,Rotty Cork哦,诶,这个是常切好多哦,它好像买来这个咯,还是你要这种? 有两种咯,我们可以很容易好吃的嘛,这种来点Coffee啊,没有,我懂你要哪一种啦,这个会比较好吃啦,这个我就没有吃过啦,这个就是一片没有把它切好香了咯,这样你试试这个咯,诶,我觉得你试试传统啦,试试那个圆的啦 啊,这个呢,这个呢 OK,这姐姐又买了一个Rotty Cork哦,所以回去就可以点这个Coffee喝了 点Coffee是非常好,Rotty Cork啊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装潢哦,还是几十年都没有改变啦,几十年都没有改变哦 他们的面包还是放在那个烤楼里面,烧的烧成 所以这边也是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啦,就是这个店家哦,他们坚持了这么多年啦 哦,他们非常坚持啦哦,你知道你要做一个生意做起生意啊,不是这么容易啊 对啊,诶,我们走去那边咯,走去那边就回了啦 对对对,我们走上去,来我们继续往上前走 OK,这边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咯,这边有一个他说是 The best chicken shop in town啦,我还没有try过,可能我们早一天我们去try一下 还有什么,诶,这边有一个大众摄影咯,还有没有呢 Photoshop,应该是有啦,Photoservice,Public Photoservice Fex啊,以前旧馆的Fex啊,还有啊,今天星期天可能他off day啦 对啦,可能啦,还有很多,我看到这边老街很多那种裁缝店了咯 是啊,裁缝店很多,诶,我们走去那边啦 OK,这里还有什么东西,那边是Jalan Duke 什么啊,Duke啊,Duke,Jalan Duke 诶,从这边拿,我看没有这样子,有车,快点,有车,你要就快点 OK,这些老店啊,还有什么可以去的,来跟着我们来,跟着我们来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这个,这一条街就Jalan Tobi Jalan Tobi,OK 这边上得到吗?可以 OK,OK,来跟着我们来喔,今天我们来Discover这个老街 给大家最新的update啦 如果你本身是常常来这一边的,可能看到这一个时候 你会觉得,哎呀,这一区我都很熟悉啦 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少来这一区,或者是来这其他地区的朋友喔 可能你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直播,你就会很开心啦 因为你看到最新的update,最新的指南喔 哇,很大风啊,这个 哇,这个很大风啊,今天也觉得头发吹道很乱 诶,这里是走下去就是那个parking了是吧,Jalan 走下去就是那个,可以看到海边,海边 哦,海边了 OK啦,所以现在我们现在走出来了,我们从那个老街走出来了 HSPC在对面喔 啊,其实,还是我走下去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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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车啦,喂,车来了 OK,来,现在这个老街喔,还走剩这一条,这一条街 我再走一下这边,看下有什么东西啦 因为我们的车,我们是park在这一个 这边,外面的 我们是park在这边对面的 是是是 啊,这个陈旭年文化街的这一个 入门口,另外一个入门口喔,另外一个入门口在这边 另外一个入门口 然后这边,我还有看到有几间的这个cafe啦,在这边 其中一个是这个巴士前号的,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巴士前号 其实是在 啊,其实我们是在前一个 前两三个礼拜我们有来过一次 我们有在上面吃过东西 感受一下这边的环境 是蛮不错的啦 OK,这条街 又走回来这边 呀,对对对对对 我看到这里有位朋友 呃,他讲很多店都关门了喔 他讲,很多店都关门了 是啦,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打压了 这里是这个新山华筑历史文化 文物馆 OK,这边 啊,有一个Bucknuger 这边有一个 对对对,这边有一个 车来前面 嗯,我们走完这边 我们就回去,我们拿车就可以回了喔 OK,来,我先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看 啊,我前面那边有看到有一个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的一个 今天没有开,今天Funday 今天没有开喔 还有一个穷州会馆这边喔 啊,这边有一个律师楼啊 哈哈,这个律师楼 穷州会馆 还有一个我刚才我走过 看到有一个好像是可以 民谣餐厅那样的 所以刚刚要开的嘛 啊,我看到 我去看一下喔 这边 诶,经典的招牌看到吗 以前的招牌 诶,这个 幸福电视 诶,车来,你要上来 这种 这种 旧招牌 这种旧招牌喔 只有在你的乡下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啦 可能喔 啊,就是这间喔 我看到 新开,应该是新开的啦 因为他还在要请人嘛 Cafe & Music 有Live Band 有 他们现在要请人 那边是放Burger 如果有一个找工作的朋友 他的Menu那边放 可能可以看过来好了 他们要请人喔 是 Cafe & Music 对对对 这边还有什么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楼上 刚才我们走过了 是啊,对啊对啊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们走 好好,这边可能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就走一下 OK 啊,感谢了 哇,今天很开心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进来 看我们的直播 跟我们一起走老街喔 新山的老街 所以很开心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这边 我可能做一个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发现到 尤其是有很多很成就的店 都已经关了喔 OK,这个是有一点惋惜啦 OK,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又发现到 很多新Cafe 啊,有很多新开的 这些主题式的这个Cafe 很舒服 然后第三点 我们又看到一个壁画 对 新的一个壁画 在前几个礼拜才开 才开始吧 从上个礼拜 因为那时候我们 对对 那时候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遇到那个画家啦 对 就跟他聊天一下 对 这个第三个 OK,还有什么呢 第四个就是 这样子走一下看一下喔 我们感受到 其实这个终点 来这边打卡是适合啦 如果你要吃东西 不要在这个终点 有啊,Cafe另外一边有 这边的Cafe 那个范围那边都有 对对对对对 是 好啦,所以这个终点 我们感谢线上所有的朋友 来看我们的直播 还有分享啊,可以帮忙 对啊,帮我们分享 如果很喜欢这个直播 我的名字叫 Jack Yard 我是Jabila 游会杰的小编 我是健姐姐 然后我买了很多东西回家 对 是是是 OK,今天有一点收获啦 对啦,我要感谢 记得留守我们接下来的视频 我们还有拍了很多的这个 本地色彩的这些视频 有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还有一些新开的这些 还有一些是非常美丽地方可以打卡的 对 这个我们会介绍更多这个 ROFO星山各区的这些资讯啊 给大家看哦 对啊 OK好,这边我要感恩 线上所有的朋友 我们要下线了啦 这个终点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